第十題如右圖L1與L2是不同規格的燈泡 以之流過電池的電流為1.5安培 若L1燒毀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到L1L2是直接並聯在我們的電池上 所以他們兩個的電壓就跟電池的電壓一樣 因此即使我們的L1燒毀了 我們L2的電壓還是一個電池的電壓 所以L2的電壓是不會變的 選項B是對的 那麼根據我們的公式P等於V平方除以R 那麼我們燈泡一樣電阻一樣 剛才講過了L2的電壓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電壓一樣電阻一樣 那麼算出來的我們的功率還是一樣 所以燈泡亮度呢還是一樣 所以A說L2會變量呢是錯的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的電流呢是兩個電流 一個是L1投過來電流 一個是L2流過來電流 兩個電流就是通過電池的電流 但是當L1燒毀之後 就沒有L1的電流了只剩下L2的電流 所以它的流金的電流呢要變小 所以選項C呢說電流仍然是1.5A呢也是錯的 那我們看到我們電池的功率叫做P等於IV 我們電池的電壓是一樣的 剛才講過了我們流金的電流會變小 因此呢它所要提供的功率呢就會減少了 所以它選項株說提供的功率變大呢是錯的 所以第10題問我們說 若L1燒毀則下列敘述株的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B L2電壓不變 章4天 1 2 2